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美國的淨網計劃進行得如火如荼 今天更加將戰線從TikTok延伸到微信的母公司騰訊 到底大陸方面有什麼版府可以作出反制 我們首先看看環球時報的老總胡錫進 連續在兩個社交平台上發財 首先他在Twitter說到 說沒有商人越過邊界 就會出現軍隊 淨網計劃將會扼殺中美合作 並且分割互聯網的世界 這樣勢必是會加強對抗 兩國之間已經存在了很多磨擦點 熱戰的風險將會上升 似乎說到 這個淨網計劃 有個蝴蝶效應 一路搞搞搞變成了熱戰的風險 但是當中的邏輯究竟是怎樣說得通 人家只不過是在美國的本土範圍內針對微信 沒有干涉中國內政 中國一樣可以照用微信 而且人家也沒有說不跟中國做貿易 你要買美國貨多多也有得買 除非你中國就說我不買美國貨 這樣就是你不跟別人做貿易 那你怎麼說得通當中的邏輯 難道你只懂得用微信支付來進行交易 我真的想請問 在每一個微信的手機APP出現之前 難道中美之間完全沒有這個商貿往來 你當時用什麼支付方法 你今天都可以照用 不是消失了 美元消失了 還是這個信用卡消失了 請問 然後他原來在微博上又寫了另一篇文章 他首先說到 經常有人問老虎 萬一中美發生軍事衝突 誰能打贏誰呢 老虎的回答就是 看看怎樣看 對了 要論整體的軍事實力 中國和美國誰更加厲害呢 還用說 肯定就是美國更加厲害 老虎也有點自知之明 接著他來了 他說如果到了中國的近海 中國的海上力量 再加上岸上的攻擊力量 跟美國的海上力量較量起來 誰更加厲害呢 那就真是難說了 沒試過就有不確定性 老虎認為 在近海那裏打起來的時候 中國就有機會贏 根據他這個說法 但是 現在美國所針對的就是 南海海域範圍 南海豬島就是一些 離岸的 島嶼 不是近海 距離最近的海岸 都非常之遠 所以老虎這個設想 就真的跟實際情況差得遠 究竟美國有沒有一個意識 跟你在近岸玩 都成問題了 是不是 接著他又說到了 接下來就要問 如果涉及到中國的核心利益 比如說台灣 他在美國的慫恿之下破了底線 導致軍事攤牌 到時除了實力對比 還要拼二致 也就是合路相逢 誰更加勇的問題 那種情況下 誰更加厲害 就已經是軍事實力加上道義 再加上戰鬥意志的綜合比拼 大家覺得 一旦在中國近海開戰 誰更加厲害呢 原來他說近海不是南海 是台灣 哈哈 那麼問題就是 喂 為什麼老虎這麼喜歡說一些軍事實力以外的 虛無的概念呢 他現在又說到 意志 道義 上一天又說到這個底氣 這些全部都是沒辦法經過科學來論證 以及能量化得到 從來都只有是軍事實力才是最實際的 當明知自己軍事實力不足的情況下 就搬出一大堆無厘頭的概念 無非就是在玩精神勝利法 就算是認為自己就算實力不足 依靠這些虛無的概念 都可以有得贏 豈不是玩到變得自欺欺忍 啊 接著他還說 所以 你請美國 你中國的核心力 遠一點 少來中國的海岸邊上玩火 不要真是統台灣問題的馬蜂窩 不要在南海上邊玩過頭 如果特朗普政府只是想製造中美緊張的氣氛 幫助他競選連任 而沒有真正做好軍事攤牌的準備 在未來的幾個月 就請他優著點 任何事見好就收 哇這個簡直更厲害 警告特朗普 見好就收 哈哈哈哈 老虎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他優著點的意思就是 你認住啊 不要那麼拼命啊 實際特朗普你也知道 他就是為了競逐連任 所以才要跟拜登 在對華政策上鬥強硬 那他怎麼會見好就收呢 他一定就是要靠這件事吃虎 你看特朗普的民望 現在跟拜登的差距 收窄了那麼多 你老虎叫他見好就收 好成怎樣 是不是支持度反超前拜登一段時間就收 他怎麼會肯理你才行 當然老虎這一段的說法 就不是完全沒有價值 他就提出了一個觀點就是 當你美國未做好軍事攤牌準備的時候 就不要搞那麼多事了 而實際上 在過去這一兩個月以來 特朗普和蓬佩奧所做的事 正正就是在軍事手段以外的事 包括了媒體戰 科技戰 外交戰 這些全部都是跟軍事手段無關的事 當然你都可以批評他 為什麼你要賣無人機給台灣 為什麼你美國要派遣 雙航空母艦戰鬥群走到南海一帶 和其他幾個國家一起玩聯合軍演 為什麼你美國要派遣偵察機 在廣東的近海上空一帶 進行任務 這些你可以批評他的 問題就是 他是有一個潛在發生熱戰的風險 只不過 發生了這些事就不代表 必然會發生熱戰 對不對 所以 胡錫進說這句話 就不是說沒有價值 他也說得對 好了 接著那段他就提到 說中國肯定就是不想打仗的 而且老虎作為一個外界所說的強硬派 他的主張就是 中國軍隊在任何情況下 都不應該開第一槍 但是他相信 中國會將還擊第一槍的第二槍 充分地準備好 在核心利益上 中國是不會後退的 關於這一點 其他方面都應該清楚 最好的辦法就是 中國和有關各方相互尊重對方的核心利益 如果雙方的核心利益出現重疊 就要非常謹慎地管控好糾紛 不要放任問題的發酵失控 老虎這段東西的意思 其實就是說 中國肯定就不會主動地 去啟動戰爭 不過 美國現在他也沒有說要戰爭 他也只不過是 所有的非戰爭手段上 對中國實踐極限施壓 這個是客觀事實 問題就是 到底中國有什麼手段可以反制美國的淨網計劃 你說如果在媒體戰上 你驅趕人的記者 他驅趕你的記者 互相駐紮在對方都有記者的時候 可以互相驅趕 就可以反制 又或者在外交層面方面 美國驅趕中國駐猴斯頓總領事館 中國又可以驅趕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 這個就可以反制 問題就是在科技層面方面 怎樣進行反制 本身中國有沒有對外開放這個互聯網的市場 中國本身用不用到Facebook、YouTube、WhatsApp、Nine 又或者其他很多美國的Apps 其實也是可以的 不過就是要翻牆才能用到 既然中國本身實施互聯網網禁的時候 那又談何反制 所以大家看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今天的說法 他只是說 美方不惜損害美國用戶和公司權益 將一己私利凌駕於市場原則和國際規則之上 肆意進行政治操控和政治打壓 換來的 都只能夠是自身的道德滑波 國家形象受損和國咒信任的赤字 最終也將會是自食其果 不要將經濟問題政治化 停止打壓有關企業等等 他講這些說話 就是在道德上譴責他 問題就是有沒有實際的措施可以做得到呢 你看他這樣說就知道是沒有了 既然沒有措施的時候 原來早兩天這個葵程網的老闆 就是專門搞旅遊 葵程網的老闆叫做梁建章 他就發表了一篇文章 他真的妙想天開 他講了一個反制措施 他的標題是什麼呢 他說開放國際互聯網 就可以徹底打碎美國封鎖TikTok的正當性 哈哈哈 即是說你要反制美國的話 就叫大陸去開放網禁 難怪你這篇文章已經下架找不到 這樣究竟是反制美國 還是整股大陸呢 哈哈哈 所以這篇文章真是夠好笑的 其實他裏面有很多論點 似乎曲線在寸大陸 他說到 比如美國在考慮對很多中國人 包括中國共產黨員 實施簽證的限制 他說中國的反制措施 應該是以 開放的姿態 接受更多外國人 包括美國人去中國 因為這樣 必定會有更多外國人 感受到中國的開放合作 發現到中國是一個 人民更加幸福安全 經濟更加繁榮的國度 哎真是好笑 接著他就說 怎樣去開放網禁有什麼好處呢 他就說 開放國際互聯網 是有利於科技創新和文化創新 開放國際互聯網 是有利於中國企業和商品 開拓國際市場 開放國際互聯網 有利於吸引全球的人才 就是說有三大的優勢 老實說我覺得他這篇文章 說得很好 三大好處是真的 如果他真的開放的話 問題就是 現在大陸就正在實施網禁 那你只是在踩它 哈哈哈哈哈哈 那你就是說大陸那些互聯網呢 如果有個網絡長城在那裏 就搞不定科技創新和文化創新 就搞不定這個開拓國際市場 就吸引不了全球人才 你只是在逮捕他 所以真的是 哎呀 你在大陸那裏說這些真話出來 哪會讓你留下這篇文章才行的 所以現在找不到 不過Google上面還有一個底本 大家可以去看看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